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罗宾看 我是罗宾 那今天整个台北股市持续多空 进行五日线的这样的一个工房站 好 那我们看到了 早盘高盘开出之后 一度的又打落到了盘下 所幸随即的往上拉高 现在接近尾盘时刻 我们看到多方还是努力的 想把这个指数能够撑过 这个五日线之上 不过我们必须回归到现实 今天不管加全指数 有没有能够顺利的攻上五日线 各位也看到了这条叫做什么 这条叫做月线 月线目前已下降 大概30度到45度的这样的一个阳角 往下来做一个扣压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纵使你今天能够站上了这个五日线 可是你明天马上就要面对 面对这条下降的月线 偏偏我们看到今天整个成交量怎么样 你看连续几天 尤其从上个礼拜四开始 出了这个大量之后 上个礼拜四 基本上都还有4000多亿的量 结果到了礼拜三剩3000多 到了昨天甚至连2800 都不到今天更少了 到目前连2500都没有 那你在面对地减的这样的一个量能 你试图要去突破一条下降的一个中期均线 再加上这里还有一根扎扎实实的一个大黑K棒 所以这样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有效的去吞噬这条K线也好 去突破这条均线也好 我看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纵使碰到了 又或者往上去挑战 但是往下再拉回测试的这样一个机会 还是非常的大 那当然下档的一个支撑 我们说过半年线 已经经过了至少有三个礼拜的来回的一个测试 我相信它的支撑力道 应该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说短线上今天重视 有挑战五日线这样的一个企图 但是不管有没有过 我认为就整个大格局来讲 它终究还是处于半年线到月线 好一点的你能够往上去挑战际线 但是基本上它并没有脱离所谓的区间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好 虽然对于大盘 我再花一点点时间做一个简单的做一个陈述 但是重点 我说大盘今天涨多少跌多少 坦白讲 跟我们的操作并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今天大盘走 你就一定赚钱 今天大盘跌 你就一定赔钱 我想都是未必的 对不对 因为我说过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为什么会轮动 大盘为什么会震荡 有人涨有人跌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能够抓到正在涨的股票 避开那些要跌的股票 你自然怎么样 你自然就会是盘面的赢家 重点就是我一再强调的 在对的时间去做对的事情 就好比说 我也跟各位讲过 股票操作的道理 其实跟农市 它的一个道理 非常的类似 农市的道理是什么 春天要耕耘 对不对 春天夏天之间你要做耕耘 所以叫春耕下雨 那到了秋天怎么样 因为你春耕下雨 所以到了秋天怎么样 你就要丰收了嘛 准备怎么样 准备长 对不对 东长 那这些 不管是耕也好 云也好 收也好 长也好 这个都是对的事情 你必须要做的 但是你这些必须要做的事情 是对的事情 如果你在不对的时间去做 你认为会有效果吗 例如说 春天本来就要耕耘 你偏偏春天干嘛 你春天要收藏 那你想可能吗 或者说 那我春天怎么样 我不要耕 我等秋天再来耕 然后我冬天再来雨 变成秋跟冬云 你想可能会成功吗 当然不成功 所以股市也是一样 你想要在股市里面成为真正的赢家 你希望能够在股市里头 成为真正赚到钱的人 你就是必须在对的时间 做对的事情 把它回归到现实面 我讲这段时间 我一直告诉各位 股票操作 无非就是买点跟卖点的掌握 那这段时间 在操作上面 我们所锁定的一个大方向 就是AI 对不对 就是AI 不管今天AI涨也好 今天AI跌也好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趋势 对不对 这个就是趋势 我不像别人 涨的时候就拼命告诉你 他有多好 跌的时候又闭口不提 甚至于还落井下石 好了 当然别人怎么样 我管不着 但是我说过了 既然是你看对的方向 你就坚持去做 对不对 但是除了说一个对的趋势 一个对的股票以外 我说过了 你的买卖点的掌握 也非常的重要 我想我看好AI 这是全市场都知道的事情 而且 我看好华硕 因为讲到AI 你一定想到AI三雄嘛 啊 广达啦 伟创啦 这个技嘉啦 我说这些股票都好股票 我也认为他们都是 未来有再涨的空间 可是因为他们的基期太高 他们的位阶太高 那在股市里面操作 我说过了 你要干嘛 你要赚钱 啊赚钱 你要赚小钱赚大钱 你是要赚加菜金 赚零用钱 还是你要真正能够累积你的财富 你要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累积财富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赚到大钱 才能够累积财富 那怎么样能够赚到大钱 每天赚个三趴五趴 在那边冲过来冲过去 追过去又杀下来的 没有意义 你要掌握的是 哪些股票 同样的一个题材 同样的一个条件 可是这些股票里面 拥有同样题材 同样条件 它未来空间会最大 然后你趁它还没有喷出 还没有发动之前 走在故事的前面 先卡位 先布局 等到一旦喷出 你自然就能够大赚 对不对 所以我说同样AI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大家都在追什么广达啦 技嘉啦 伪创啦 我偏偏怎么样 我偏偏情有独钟 我锁定的是华硕 为什么我要锁定华硕 这个我也过去讲过了 同样是正AI的股票 对不对 伪创涨五倍多 技嘉涨三点八倍 将近四倍 就算广达少一点也超过三倍 可是同样的题材 同样的条件 华硕居然涨不到五十趴 你认为有这种道理吗 很多人说华硕比较贵呢 做股票 你永远记得一个观念 做股票不是看股价 不是看股价 看的是它的位阶的高低 看的是未来它的一个大方向 不然我这样说好 之前大力光还在一千块两千块的时候 难道他不是 他不是股王吗 难道他不贵吗 他为什么能够涨到六千多块 为什么 我问你啊 你想这个道理 好所以记得 做股票不是看股价 而是看它的位阶 只要位阶够低 只要它的股价还没有完全能够充分 反映出它该有的价值 它就要涨 就这么简单 那事实证明 对不对 华硕 这段时间 有没有 八月以来从三九九高点拉回之后 我想你有听我的视频 你有看我的视频 你应该很清楚 你要问我的会员 会员那么多 我相信你也问得到了 你去问问看 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拉回的过程里面 不管三百五也好 三百六也好 三百七 三百八 三百九 是不是一路的去做一个加码 沿路的做一个买进 甚至于在最后一天就要突破了 眼看着就要突破了 你看这里加码 你在这个位置加码 你在这个位置去做买进 你在这个位置去做布局 你需要追高吗 对不对 低点甚至于在三百五十几 高点也不会过三百九 就在这个位置 你怎么做 你买的低买的到买的多 没有人跟你请 所以当最后一天 八月二十三号 有没有 这一天八月二十三号 我还告诉我的会员 三九九以下 因为就要喷啊 所以三九九以下都可以买进 要加码的赶快加码 对不对 操作大型股的原则 就是在他突破前高之前 先买好买满 连续买 未来突破 你当然就是大赚 对不对 后来你看 那一天有没有就正式的进入到四字头 后来一口气隔一天 又往上冲高到了四三八 我只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在这边连续的买 不管你买在三百五三百六三百七三百八三百九 纵使你买到三九九 好不好 随着股价涨到四三八 你哪一个没有赚 而且他是创新高 有没有 他是创新高 我说什么叫创新高 不论你哪一天你哪一个点位买的 你全部都是赚钱 就叫创新高吗 对不对你反观其他的AI三雄 我说过你不要看出广达有创新高二八二 二八二他创新高的时间只有多少 只有一秒钟 一秒钟的创新高对你有意义吗 从他创新高之后连续的往下压回来 到今天月线都还站不上去了 这样的创新高有用吗 对不对 那更不要讲伪创还一路往下压 不仅没有创新高还创新低了 为什么 涨五倍难道不用整理吗 技嘉嘛同样啊 技嘉在这里面 算三雄里面相对强势的 我请问各位这一波技嘉有没有创新高 也没有啊 换句话说你前面买在高点的 你到今天纵使 他还算维持一定的强度 可是你还在等解套 相较于华硕 你看沿路 我们买了至少十次以上 我说纵使你一次买一张两张 你现在都一二十张 你资金少一点 你少说也有十张 你连续中压了股票后来创新高 而且最重要的 我不是只有带你赚 我还带你落贷为安 做股票怎么样 买点跟卖点 对不对 所以在上个礼拜五 有没有 当时我没有把华硕的加码单 在413块全数获利出清 什么叫加码单 你原始部位以外 你拉回 你有适合的买进 你连续买进连续买进 就是加码单嘛 什么叫加码单 讲了白话一点 就是你多赚的嘛 多赚的嘛 所以叫加码嘛 那既然短线上面 他有整理的必要 我当然怎么样 我当然把加码单 全数获利出清啊 我先放口袋嘛 我进口供退格手 这个就是我过去 一再告诉各位的分段操作嘛 为了规避短线的修正风险 为了加大你的获利倍数 因为有了价差 你当然能够加大你的获利倍数 最重要 你能够怎么样 你能够握有操作的主动权 我现在手中有钱拉回 我会不会怕 我高档有出一趟啊 你现在华硕拉回 在那边震荡 讲了直白一点 我还很爽耶 为什么 我随时可以再买啊 赚价差啊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 你追在高点的 你看你现在 你买一点不对 你现在就在等解套 我们是大赚哦 而且放口袋咯 你跟我一向买在低档的 你上去 你没有出一趟 又掉下来 是不是爆上又爆下 所以是不是再一次印证 买点跟卖点的一个掌握 其实这也是怎么样 你在股市里头 能不能成为赢家的一个 最大的关键 所以我说过了 很多投资朋友都想说 今天有行情吗 你有赔的比较过吗 纵使一波对的行情 我给你一档标股 你方法不对 那个效果就出不来 好在这一点 跟大家一起共勉 股票市场 你想要成为真正的赢家 就是在对的时间 做对的事情 好回到华硕 既然我们高档有先出一趟 那拉回怎么样 我刚刚也讲得很清楚啊 我还是看好华硕啊 至少拿到外资看五百五了 现在只有在四百出头 你看到今天 也不过就在四百出头啊 外资都看五百五 让你打点折四 至少也有五字头的实力吧 那现在在四百出头 你不认为这样的股价是被低估的吗 他到现在涨一倍了没有 我只问你嘛 如果没有 为什么人家可以涨三倍涨五倍 表示他还有空间嘛 所以既然还看好 拉回 对不对 我上高档既然有出一趟 我拉回 当然继续再找买点 继续再转啊 如果你也认同我这样的一个概念 如果你也认同我这样的操作模式 你也想锁定像这样的一档对的股票 对的趋势 那么华硕最新的一个买点 你可以来预约 怎么预约 在我们股市若兵看 官方账号LINEAT的对话视窗上面 你打加一 打加一 然后留下你的电话 因为你一定要留电话 不然我会被他同低你了 对不对 所以记得在对话视窗打加一 留下你的电话 当买点出现 我会低于时间带着会员买进以外 也会带着各位做同步的动作 那至于你还不是我们股市若兵看 LINEAT的一个朋友 赶快利用这个QR Code 把它扫描起来 但是扫描起来还没有完成 记得在对话视窗打加一 并留下电话 买点出现 会跟大家同步来操作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